原标题周星驰之言新喜剧之王主演非暴强莫属 是巨星却有龙套的气质 近日周星驰导演的新喜剧之王也进入了宣发阶段 在这样一个阶段周星驰也是不辞劳苦 带着团队各地跑发布会 在不久前的电影发布会的直播中 电影主题曲也曝光随后周星驰和王宝强共同亮相 而星驰明显是很喜欢宝强的面对 他情不自禁鼓起掌揽 之后的采访中周星驰更是大胆自黑 我和王总王宝强都是死跑龙套的 所以心意相通引现场掌声雷的 而宝强在发布会中也分享了自己曾经的经历 他表示自己当初做主演 因为各自矮定了很多机会 因为没钱舍不得坐公交凌晨四点起床 跑不到北影门口等过 有时候一天都等不到 只能再走回去 最终宝强获得了成功 他表示 电影正能量的主题曲很古武人 只要是经历过梦想和奋斗的人 都会对此深有体会 而周星驰被问道 为什么会邀请王宝强做主演的时候 星爷也是直言不讳 我想了一下能演主角的 好像只有他因为六世巨星 游游龙套气质的 好像只有他 龙套巨星这句话说完后 星爷自己忍不住笑场 现场观众也哈哈大笑 王宝强自己也笑到不行 而按照星爷的说法 来看好像也确实只有王宝强符合主角的条件 王宝强表示 和周星驰的合作 是自己梦寐以求的 当年看周星驰拍摄的喜剧之王 自己就备受鼓舞想着 以后一定要和他进行合作 在这么多年后 终于梦想成真心情十分激动 同时王宝强也表示 周星驰导演十分严格 自己和某男演员拍摄床戏 一天只拍了一个镜头 拍了五十多条 这是自己做演文以来拍摄的记录 很多人都曾因新喜剧之王的主演 是王宝强而表示 电影会是烂片 认为宝强没有演技